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忙了,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在很多方面都特别追求速度 尤其是人们在出国旅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飞机几乎成了最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了 其实无论是出国还是远距离旅行,飞机对于人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可能普通火车要赶一天一夜的路程,飞机只要几个小时就到达了 而高铁的话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 所以如今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也得到了很多小伙伴们的青睐 而今天要说的就是全球最繁忙的三个机场 其中我们国家还有一座,可见人们对于这种交通工具的依赖 但我们国家的这座机场却不是首都北京机场,大家猜到是哪里了吗 首先排在第一名的就是迪拜国际机场 相信说起这个城市,小伙伴们真的是太熟悉了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迪拜应该是最富有的一座城市 或者是一个酋长国了 这里也算得上是中东地区经济和金融的中心 同时也承担着中东地区最重要机场数量的任务 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游客已经达到了8915万人次 而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国际游客就已经达到了8880万人 这个吞吐量巨大的机场,每天都会有接近300个航班飞往全球各地 而排在第二位的机场就是伦敦的西斯罗机场 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这座机场在2017年的时候 旅客吞吐量达到了7801万人次 在这方面能够排在全球第七位置 同时这里也算得上是整个欧洲最繁忙的一座机场了 名列第三的机场是我们国家的香港国际机场 在1998年中旬的时候正式通航 而在去年,这里的吞吐量就已经达到了7467.2万人次 在全球排名位居第八位 而且这里的货油吞吐量在全球可是位于首位的 而且已经连续18年都是全球第一了 同时也是全球最主要的货运枢纽之一 就是这样几座机场,你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下次会带大家去看更有趣的地方 喜欢我的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哟 拜拜